关于拍短视频的一切,我都会在这个系列里 从您开始说出我所有的技巧和心得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建议大家先收藏加关注 跟我从小白到资深视频创作者 各位好,我是彭琛,欢迎来到玩转手机摄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第35个短视频基础小技巧 相似转场之运动元素转场 这是思维导图,有兴趣的可以截图一下 在我以往的短视频创作里面 相同元素转场是我用的比较多的小技巧 两个片段之间利用类似的元素进行衔接 这种转场不会让观看的人觉得声音跳戏 其他让观感自然流畅的效果 而在实际操作中啊 我们拍摄视频时就可以更有目的性 方便我们在没有规划的时候 也能通过一些临时的想法 有目的性的去刻意观察捕捉一些相同的元素 比如说圆形 说到圆形 我脑海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个盘子 所以我去吃饭的时候呢 都对所有用圆盘子装着的食物 拍摄了一个统一为居中构图的片段 控制好距离和大小 一般情况下 如果两个片段相似的物体 在画面中大小差距不大 可以直接硬切 就直接两个掐头去尾连在一起就可以了 但我们的拍摄很多时候未必会如意 所以我们可以双指在画面间滑动放大或缩小 移动它们进行对齐 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为两个画面添加动效 先点击一下关键针 然后往后拖动一下时间轴 把画面放大 调整好位之后啊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现在这个视频呢 效果已经基本做好了 如果想要再精细一点 我们可以找一段音效过渡 这里我就不加转场的音效了 而是添加一段环境声 以及具体食物被搅动 或者打开盖子之类的声音 再加个BGM试试看效果 那么实操讲完了 我最后简单讲一下理论 像是元素转场啊 顾名思义就是两个有相似元素的镜头 进行一个连接的过程 因为有相同的特征进行衔接 所以逻辑上也比较符合观看者的心理预期 那么有哪些相似的元素可以让我们去利用呢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发在弹幕上 三二一 生活中的颜色 形状 材质 主体的运动趋势 人物特写 数字 建筑等等等等 都可以让我们去做到一个相似元素的转场 有时候我们还可以加上运镜 配合使用 创作出更加高级的转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玩转手机摄影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有所收获的话 不妨帮我点赞转发收藏 最好再点个大大的关注啦 你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是彭晨 我们下期见 拜拜